六年前一名舉重金牌選手 她用汗對原一同搬運學生裡面 被颱風給吹倒的露宿 但是不幸被樹幹壓斷了脊椎 造成癱瘓 阿嬤為了要討公道提出了國賠 一審敗訴 二審則獲賠了五百三十三萬元 而這個月二十一號 沟雄高分院更一審宣判 學校應該要再賠償一千一百多萬元 全還可上訴 而若再加上先前的高分院 宣判的五百三十三萬元 走進校方要賠償一千六百三十三萬元 阿嬤難掩激動情緒 邊說邊哭 這六年來為了照顧行動不變的孫子 連覺都不能好好睡 她的孫子是舉重選手 曾經用奪全國精英杯 經典建立錦標賽舉重第一名 如今下半身癱瘓 阿嬤越想越氣 當年要不是幫教練搬大樹 就不會發生意外 樹幹壓斷脊椎 林高益下半身癱瘓 為了替孫子討公道 阿嬤不惜槓上學校 還要求國賠兩千兩百萬 一審敗訴 二審獲賠五百三十多萬 他們不滿再上訴 高雄高分院更一審宣派要求子官國中 就勞動能力損失 生活上需要等費用 再賠償一千一百萬 子官國中對於他的總務主任在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 的時候有過失 判命子官國中 應該要給付林高益先生五百三十三萬餘元 這部分也已經判決確定 林高益先生可以請求再為賠償的金額 經過長時間努力 總算有了比較滿意的結果 但對阿嬤漢林高益而言 再多的錢也無法彌補 失去的健康 記者劉清文 許全文 SNG小組高雄報導